我的天啊 居然还有亚索月饼 只要把可乐倒在月饼里 浸泡24小时 它就能变成正常食用的月饼 这也太神奇了吧 不会吧 把迷你月饼泡在可乐里面 就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月饼 这这这这这这这 岂不是能实现月饼自由 诶 有点意思 迷你月饼给你们搞来哦 乍得一看跟真的月饼好像啊 不过我的月饼被咬了一口 这还能成功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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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着急走 万一它成功了呢 老板 你们觉得会成功的就扣666 不成功的就扣大聪明 这个怎么样 够大吧 走你 过期的可乐倒下去 你一定要喝饱饱哦 接下来我们就静等24小时 什么 都凌晨两点了 不行不行 不能被妈妈发现 我得去睡觉了 明天再来看好了 这一觉睡得可真香啊 你们怎么还在啊 瞧我这脑子 差点把这次给忘了 我先感受一下 中啊 我感觉它变中了 来来来 见证时刻的奇迹 成功了 你们看 真的变成月饼了 这月饼好香哦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不说了不说了 我早餐都还没吃呢 赶紧吃一口 好辣 这月饼怎么是辣的 这月饼的鲜怎么是绿色的呀 芥末 现在还有芥末口味的月饼吗 这么奇葩 其实真像是 我得去睡觉了 明天再来看好了 这个西西 却又好玩的不加上我 让我来帮芥末看看 泡好了没有 竟然一点变化都没有 正好我有一个没有吃的月饼 芥末应该会喜欢芥末这个新口味的 你们不会告诉芥末了吧 你们喜欢吃什么果味的月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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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前告诉我 喵 Yeah 好